茶器仿帽品呢 在嘉义市有一个体育用品店内 茶货的业者贩售的仿帽的手机 这个手表啦 皮件 外观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 那么假货呢 真货都是混杂来卖 经营了五年多的时间 那么让想要购买正品的消费者 入内来消费 但是受聘上当 业者不法的获利至少有千万元 茶器人员和厂商进到体育用品店内 直接走向挂在架上的衣服 一件一件仔细检查 发现真货假货混杂在一起 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出哪件是真品 店内不只卖仿帽的体育用品 玻璃柜中还有许多知名的仿帽精品 手表 皮件 通通假可乱真 业者还打出用消费券 消费满3600元就送赠品 来吸引顾客上门 3600的消费券去购买的话 他另外会赠送赠品 比如说在赠送T恤啦 或是什么这样来吸引人家 茶器人员将查获的仿帽品 带回一一检验 但仔细看看这些仿帽品 从外观实在很难辨别真假 那么权利人会依据这个 这标签的制造地 来判断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仿帽的 运动用品征货 通常会有领标 侧标 还有防卫标 消费者可凭着标签 肉眼判定是否为真品 业者以贩卖体育用品合法掩护非法 在嘉义市区经营多年 店内贩卖的商品 掺杂了大量廉价的仿帽品 以假乱真 很多消费者以为到专卖店 就能买到品质保证 但这例子其实不然 黑心业者欺瞒大众 消费者购买钱 仍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中间新闻江志南 叶家文台中采访报道